4月14日,来自十家外媒的十余名记者走进武汉市中医医院汉阳院区,采访中医药参与防治新冠肺炎的情况。 中国工程院院士,天津中医药大学校长张伯里接受外媒采访时称。 疫情发生后,武汉在极短时间内先后建成了16家方舱医院,收治新冠肺炎轻症患者,且在方舱医院内普遍运用了中医药治疗。 医护收入的一半两千公里,轻重重新冠肺炎轻症患者,这些冠肺炎轻症患者,普遍的使用中药诊,每个方舱里边都有4到8米中医药的人员,在那儿参加询诊, 和和方舱的医疗队一些西部长夫妻来管理这个患者。 张伯里说,在江夏方舱医院,对患者采取了纯中医药治疗,前后共接收564名患者,没有一例转为重症,且患者反扬率为0。 材料的治疗方法是中医的汤区,不要用两种汤区,一个是我们国家中医管理区推荐的清费汤汤, 一个是我们跟这个要共同研制的,是宣费败汤汤, 不是介绍到中医的一些按摩,一些的耳穴的压道, 还有一些的就是血液的纠河,不是用太多的集体锻炼太多权,发断剂。 这些的中和的療法,起到了比较好的效果。 张伯里称,除了在轻症患者中,普遍运用了中医药的治疗, 在治疗重症患者时,中医药也起到了很大的作用。 在重症患者中医的治疗,西医的治疗要把呼吸支持, 循环支持,生命支持的手段一不可少。 一些的抗核素,一些的生理性的激素,抗病毒的药, 生命支持一些药,饿到的杀,中医的杀。 所以我们说中医的治疗不是说谁用得多,谁用得少, 而是共同在使用,谁有劲儿的事实。 目的就移动,把病人的病保住, 把这病治好了,是中医期随在重病面前非常和谐。 张伯黎表示,中医药在此次疫情中早期介入, 全程参与,在疫情的每一个阶段都起到了重要的作用, 尤其在减少轻型,普通型,向重型发展, 提高治愈率,降低病亡率, 促进恢复期人群机体康复方面起到了重要作用。 自2月5日起,武汉市陆续投入使用16家方舱医院, 3月10日最后一家方舱医院修舱, 35天的时间里,共开放床位13000多张, 累计收治患者12000余人。